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我们继续来看 那回过来看这个佛分别达这边 他说自一子法一子不予一子 于是比丘内观身 他先观这个身受心 法先观这个身 观这个身里面又分内跟外 那这个是讲的比较详细一点 那观跟内跟外有两种说法 一种就是内 内跟外都是指自己 自己的身里面外面这些 披露骨这些 那内就是内障这些看不到的这些 那另外一种就是 内是指自己 外是指别人 观自己的身跟别人的身 那这两种 那他说 现在先观内 比丘内观身 就是观内身 常当 你看一心 他就是给你一个方法 让你的心专注在这个所缘上 这个所缘也许是佛号 也许是一个佛像 那现在是观自己的身 或是呼吸 那现在是观自己的身 一心 就是你的心专注在这个所缘上 那基本上就是为了成就定 那定 我们说过定最主要的功用 有三个 定 修定最主要的功用有三个 第一个当然就是调伏烦恼 那么定可以调伏欲界的烦恼 因为定是色界的东西 第二个 第二个可以引发神通 第三个可以引发无路 就主要是这三个 那 那么 但是最主要的是要引发无路慧 调伏烦恼引发无路慧 好 那这里一心智慧 就是定根慧 那四念处最主要就是只有止观 定根慧 那勤修精进 勤修精进就是 一般我们说 修了一个 文了一个法之后 独一进处 专精思维 不放异注 阿安经里面常常说这样 佛弟子听了佛法之后 他一定是这么说 独一进处 专精思维 不放异注 我文法后 这个法 比如说四念处 比如说五应无我 也灭死无有来处 也生死无有来处 灭死无有去处 比如说这样 比如说五应无我 不是我不义我不相在 反正不管你听了什么 不离开这个五应社群 我文法后 独一进处 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那么为什么要安静 心 因为我们心容易攀缘 六根六成 容易攀缘 独一进处 专精思维 专一精进的思维 专精思维 如理思维 专精思维 塑塑思维 不放异注 要一次又一次的这样去观照 不放异 不放异就是心一直在 心一直在独一进处 身在独一进处 心在专精思维 思维什么 思维这个法 这个法 基里来讲就是四念处 相续他才有力量 所以他这里 情修精进 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断除烦恼 引发无弱会 我们刚才讲 这样做的目的 就是要引发无弱会 这样做的目的 这个法 水法 不放异注就是要引发无弱会 无弱 弱就是烦恼 没有烦恼的智慧 但是你要断除烦恼之前 你要断除烦恼之前 会是断除烦恼的 首先要调腐烦恼 所以除事贪忧 你在这个世间 这个五蕴世间的这个贪忧 贪忧是表示烦恼 他这里是除事贪忧 这个是烦恼的代表 遇贪 那我见我爱 那先要调腐烦恼 你必须要先调腐烦恼 那调腐烦恼之前 通常是这样 那我们刚才讲 定有调腐烦恼的作用 定有调腐烦恼 那么 那么调腐烦恼到一个程度 才能引发无弱会 你烦恼太出障碍 有烦恼障 那如果再结合过去的烦恼 成熟了就有所谓的罪障 那死了之后有暴障 就三障嘛 烦恼障 夜障 暴障 那你本身的烦恼 就会起障碍 让你没有办法专注 散乱 昏沉 贪心 撑心 它本身就让你心没有办法专注 没有力量 心没有力量 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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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发无弱会 那定是要让你没力 心要让你有力量的 定是要让你心有力量 戒是要防止 破坏你心 产生力量的 这样的一些障碍 不现前 有一点像是 我们才要从这里走到那里 前面有这个桌子挡住了 我走不了 让你前面的路没有障碍 戒 你有戒 你自己挖坑 你挖越大的坑 你后来要走过这条路 你就要跳过多大的坑 这是你自己给自己障碍的 戒是让你的前面 以后修行的路 没有比较大的障碍 定是要让你的腿有力量 你没有障碍 你没有力量 你脚本身没有力量也没办法 你也走不掉 会就是你确定的那个方向 你前面又没有障碍 你脚又很有力量 常常训练脚很有力量 你用方向正确 你就直接走到目的地 那我们通常不是 我们就是前面 又有山 又有海 七重山 八重海的 对障很多 对障好不容易除掉 那个力量都耗在这里 没有力量 走不动 那一样时间都耗在那里 那你又要腿又有力量 前面又没有障碍 你的目标又正确 你目标不正确也不行 那外道也很有力量 有戒有定 但不能得解脱 就没有政见 所以他基本上定调伏烦恼 调伏烦恼是很重要的 那么戒就不起障碍 调伏烦恼之后才能断除烦恼 调伏还没断除 你有定调伏欲戒的烦恼 你没有断除欲戒的烦恼 你现在有定不起欲戒的烦恼 等到你出定或是你下一辈子 再来是欲戒的时候 欲戒烦恼又有了 你没有断除 那如果你正的出谷的话 正的三谷的话 你是把烦恼断除了 你把欲戒的烦恼断除了 你再来做人 或是你生到天上的时候 你是没有欲戒烦恼的 当然他不会再来做人了 因为正三谷 他就会生到五波环天去 那你如果正出谷 他是还有欲滩的 他来做人的时候还有欲滩 但是欲滩不重 因为他已经正见了 已经无我了 所以要断除烦恼 调伏之后才能断除 所有的烦恼都断除 断除烦恼有很多 那你断除一条烦恼 还有其他的烦恼 所有的烦恼都断除 就是超越 所以他基本上 定主要是调伏烦恼 然后引发无漏 引发无漏 引发无漏会 就是引发可以断除烦恼的智慧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引发神通 主要是这三个 那我们说 那么这个烦恼的过程 它基本上 如果医阿汉经来讲 医阿汉经来讲 除事这个是代表烦恼而已 这个忧是忧患 你不辞戒心就会有忧悔 你没有辞戒心就会有忧悔 忧悔心就不安定 有障碍心也不安定 那么你没有定 你没有办法除漂浮浴滩 其实这个是戒跟定 然后要引发无漏 通常烦恼 医阿汉经来讲 它有几个过程 一个就是要先觉察 有滩之有滩 然后你的方向当然要对 要先觉察 觉察心到底起了什么烦恼 在什么因缘 在什么因缘起什么样的烦恼 这是第一个 你一定要先觉察 觉察了这个烦恼之后 就好像你要知道你生什么病 然后才知道要吃什么药 你都不知道吃什么病 你要吃什么药 不知道 所以你要先知道烦恼是什么 然后要学习佛法 去对治这些烦恼 所以要先觉察烦恼 觉察烦恼之后要控制烦恼 控制就是 你知道有烦恼了 你叫他不起他就不起 没办法 你说我不贪 贪心是不好的 所以我从此不贪 你说称心是不对的 所以我从此不起称心 哪有可能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心是由过去的心 身心就是过去的夜 夜暴生的 哪有可能说不要就不要 你说那我从此之后 我不死人间烟火 你试试看 肚子饿死了 我告诉你 没办法就没办法 夜暴生嘛 所以烦恼也是这样 没办法说我知道他不对 所以我就从此不起了 没办法 因为过去的心相细 夜相细 然后原来 不好的原来 那么你就会起 所以你要控制 要先控制 控制让他不延伸不扩大 那么之后才能够调伏 调伏就是让他变小 就好像先知道哪里起火 然后让那个火不扩大 然后慢慢慢慢灭掉这个火 那个火缩小 调伏烦了 先控制让他不扩大 然后让他缩小 烦恼的时间变少 烦恼的时间变短 烦恼的次数变少 烦恼的程度变轻 就调伏了 那开始先调伏三恶道的烦恼 然后调伏欲戒的烦恼 然后调伏色戒无色戒的烦恼 是这样的 那三恶道的烦恼 比较严重的贪战 就是要先调伏 那佛法来讲 佛法来讲 有两个 一个就是先调伏称认心 一个就是要先建立政见 那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然后之后 之后才是怎么样 断除 那断除的烦恼 第一个就是断除 身建借境起疑 这个是建烦恼 建货 然后把所有的烦恼都断除了 就超越 没有任何烦恼 叫做超越 那基本上他就这个过程 从阿安经理念来说 那所以他这里说 除世间贪忧 其实就是世间的烦恼 外生 内外生官 一如是 那么这个观身 从别处 别处念处来讲 就是个别的 就观身不尽 观身不尽 但是其实观身 从四念处里面来讲 它不是观身不尽而已 四念处的观身基本上有三个 这个上次我们也有说过 四念处里面观身 这里有分内外 但是它主要有三个 一个就是观身不尽 一个就是观身不尽 身是不尽 就是不尽观 那不尽观有观三十二身分的 以及十祥处的 那观这个龙烂肿胀膨胀到白骨关 那一个就是观这个身 就是观身 身里面 那么毛 皮 骨肉 三十二 三十一 有三十三 三十六 反正很多种 一般来讲 讲三十二身分 三十二种的 又讲到三十六的 就从毛 皮 骨肉 地水活风这样观 那像戒分别观 其实也是观 这个身心的组合部分 第二个就是观初入习 安那波那 呼吸的部分 那呼吸的部分 其实比较重专注 然后观这个呼吸 五常 那这个是一个的 一个是观身三十二身分 或是十祥观 十祥观就是观尸体 观尸体容乱肿胀 自己跟别人也一样 内身观自己 从脚趾头 或是从毛 皮 或是观别人也一样 那另外一个就是行柱坐卧 四微矣 基本上就这三个了 不敬观 出入习跟四微矣 行柱坐卧 那你看有一些就是走路的时候 我左脚走 右脚走 专注在这个时候 行柱坐卧 你都能够知道 那有烦恼起来了 你就对峙他 基本上是这样 这个是四年初一开始的 观身 受心反 受基本上以苦为主 但是不一定有苦 苦跟热其实都是受 那其实很上 都是 最后都要观到无我了 无常苦空无我 到观法的时候是观无我 好 那这个是我们要稍微先知道一下 好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很少在修四年初 其实四年初是一个很基本的 我们应该要常常修 他说 内身外身内外身 他有三种 一个官内 一个官外 第三个总官 内外身 一如是 受心法念处也是这样 世民笔究自一子 法一子 不予一子 他在解释这个 自一子 法一子 不予一子 那基本上 这个法是指的四念处 法是指的四念处 那我们说四念处也只是代表性的而已 比较主要的代表 其实八正道也可以 但是从不同的角度上去说的 五根五立七绝之都可以 甚至八大能念 四欲流之 三无漏血 那么其实这些七圣才 其实还蛮多的 其实都是法一子的法 再往底下看 他说 从今日解脱戒经 其是大事 好 那么这里我们要说到 所谓的 因为我们习惯性 我们的 我们基本上是受 纠摩罗斯翻译的 宜教经的影响 所以通常都会说 佛灭后 告诉弟子要 以戒为师 那像洪一大师有写一个 以戒为师 那比较多持戒的道场 也会强调以戒为师 但是如果从佛留下来的 这些经历来看 基本上不是以戒为师 是以法为师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这个问题 他说 从今日起解脱戒经即是大事 如解脱戒经说 身业口业应如是行 因为戒重点在戒身口 戒重点在戒身口 到菩萨戒才有异业的问题 身口不犯他就不犯了 基本上是这样 到菩萨戒的时候 有所谓的重在异业 所以这里 这里讲身业口业应如是行 那这里讲到以戒为师 那我们说过 好 来讲这个问题 一般是说以法为师 一般是以法为师 其他的我们刚才讲 这个讲这个余教经 佛灭后到底说什么的 包括余教经 大概有七个 那么大部分都是以法为师 那法跟律合在一起说 但是以法为主 那一般是以法 法跟律 以戒 我们来看先看 举个例来讲 比如说长海游行经 这个是写的最详细的 长海游行有单行本 最详细的 我成佛来所说经戒 所说经戒 经就是法 戒就是律 即是奴乎 是奴所示 那佛灭了 那我们怎么办 以佛所说的一法一律 那么这八律 八律禅部 那么也是类似像长海游 我所说之法律为奴等户 简单讲 其实是一样的 那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都是先讲法 然后讲律 但是也有先讲律 再讲法的 那像余教经 只要就是讲戒而已 那这个比较少 那所以 这个是西北印的有部律师 像有部跟有律里面 杂事里面 它也是一样 它强调戒律 所以它就变成以戒为师 那一般其实是以法为师 那法其实是包含律 法其实是包含律的 那如来正法 如来律 正法律 通常是这样的 那律是包含在法里面 因为一开始佛说法的时候 并没有律 十二年后才有开始自戒 那么一般的律是粗 粗最粗的 一般所以它会讲如来正法律 通常经典是这样的 我们往底下看 它说另外一个问题 车逆比丘我涅槃后 这是第三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谁当作师 就是以法为师 以戒为师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三十九院里面 四个问题 它说二口车逆云合共住 它说车逆比丘我涅槃后 如犯法治 若心卵福者 应交三陀加沾严经 即可得到 好 那么这里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车逆比丘一杂寒经来说 它有两种说法 车逆就是禅陀比丘 一个是 它在佛涅槃前 它就正阿罗汉 一个是它在佛涅槃后 阿难教他加沾严经 阿难就是教他加沾严经 然后他后来才正阿罗汉的 它有两种 在阿难里面 本身这两部经都有说在里面 那就矛盾了 它要不是在佛涅槃前正阿罗汉 又不是 要不就是佛涅槃后正阿罗汉 它不可能既在涅槃前又在涅槃后 那么它这里 这里说的是涅槃后 这个禅陀还在 那怎么样治疗呢 就是怎么样对治它呢 那英尊老师稍微有研究过 他说其实应该是 应该是这样 禅陀在佛涅槃之前 就已经正阿罗汉了 但是跟禅陀一样的比丘 就是世家种的 世家祖的啦 他们基本上比较傲慢 比较傲慢 那不听人家的劝谏 你定你的规矩我不遵守 你要处罰我也不接受 你跟我定的规矩 那个不是我的规矩 那是你定的 我不遵守 所以造成很大的 生团造成很大的问题 那他又是世家祖 他就很早出家的 禅陀也是很早出家的 所以他在 他在生团里面造 不是他而已 是以他为主的一群世家祖的比丘 所以后来的生团 甚至定了一个戒律 只要是世家祖的都不收 要收要签观察几年 世家祖的不收 为什么 麻烦啊 那佛是我加佛 法是我加法 你应该听我的 不是我听你的 那你定的规矩 我不遵守 你给我的处罰 我也不接受 那就是 你说你的 我做我的 就比较麻烦了 那依应孙老师的解释 他是说 其实这个禅陀比丘 在佛涅槃前 他已经正阿罗汉了 那没有这个问题 但是 以禅陀为主的 像这样的世家祖的比丘 还很多 那么 举出禅陀这个例子 是在说 像禅陀这样的比丘 那要怎么样解决 要怎么解决 其实是这样 那并不是 如果因为 在杂阿罕里面 同时有禅陀在佛涅槃前 就得解脱 听佛涅槃后 还没解脱的 这两部经 那为什么会 同时有这两部经 我们说过 这个 应该是禅陀在涅槃 佛涅槃前 就已经正阿罗汉了 那但是 像禅陀比丘这样的问题 以禅陀为主的这样的比丘 不是禅陀比丘本人 是世家祖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类似像禅陀比丘这样的问题 一直存在 所以才会问 那像这样的 以后有像禅陀 像禅陀 像车逆比丘这样的比丘 像车逆这样的比丘 那么在佛涅槃后 要怎么办 有些真的是很难处理 其实不要说佛涅槃后 就算佛在的时候 有一些人也不听佛的话 不听佛的话 两个比丘吵架 佛叫他不要吵架 他也不听 继续吵 佛就飞到圣灵里面继续打坐 摩羯头果 有一些比丘尼 根本就不听佛的教诲 那佛头讲他也不听 佛头劝他也不听 不接受 佛头没办法 后来就离开摩羯头果 我教你又不听 那很麻烦 就是说 我跟你这样讲 你就偏不要 我叫你不要这样 你就偏要 那怎么办 佛头想说 如果比丘的话 他就离开了 他就自己倒去打坐 我也管不到 我也管不了 你不要说佛 大家都尊敬他 没有 有些人也不听 那佛讲了几次讲不听 他就不讲了 那不讲怎么办 就离开了 就不能怎么办 那比丘尼 他也不是住在比丘尼神团 但是他去跟这些比丘尼讲 这些比丘尼也不听 那怎么办 他甚至就离开摩羯头果了 后来阿者世王很想生气 就把那些比丘尼全部赶出去 因为 他甚至就离开摩羯头果了 因为你不听的话 导致佛头不再来这里 那 所以类似像这样的问题 其实佛在的时候也有 但是佛在的时候 基本上佛还是有威德力的 但是并不是代表每个人都听 但是佛灭后这个问题就更棘手 佛在的时候佛还有一些威德力 有一些大阿罗汉 佛走呢 谁管谁啊 对不对 谁离谁啊 就比较麻烦 就好像我们 其实我们现在的仙团也有 师父在的时候 这些师兄弟不管怎么不合 基本上还是以师父为主 那师父走了就很难说了 对不对 你又不是我师父 你是我师兄 或是谁 谁离谁啊 就比较麻烦 佛在的时候就有了 好 所以它是一个问题 他说车利比绝我涅槃 佛就回答 如犯法治 那如果他的心已经调腹了 那么就跟他讲 讲这个三陀佳战元经即可得到 好 这里有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犯法治 好 犯法治我们先看一下它底下的解释 底下解释十四个 它这里稍微有说到 那么 治世王总 其治世底下注解释十四 清诸比丘 就是看不起其他的比丘 他认为佛是我家的佛 法是我家的法 你应该听我的 不是我听你的 身法事实即清教养 如是若月玄丰 首缺俱在一处 何所互论 佛去世后有志不改 那么佛令作犯谈 为莫辨 这个叫做莫辨 一计犯天治罪法 别利一谈 其犯法则令入此谈 诸犯不得共义 好 犯谈法 它基本上是说 犯王 这个大犯天王 犯王是大犯天王 是社界的 那么天界有众 天界有巨众 有众 有王 有臣 有人名 基本上只到初禅 初禅天而已 二禅天以上就没有了 就是天界基本上也是这样的 天界 它有欲界天 色禅天 无色禅天 那么色禅天从初禅 二禅三禅四禅 然后无色禅天 这个到这里为主 基本上从这里划分 这边有众 就是有王 然后有辅 辅就是有辅辅 辅辅 大臣 还有人名 有国王 那二禅以上没有 无寻无事 所以初禅里面 色禅 这个是色禅 玉界都有 玉界六天都有 从四王天到 踏化自在天都有 他们都有国王 那就是有一个主要的国王 然后底下的大臣 然后人民 那像初禅天 范王 大范天 范王 范府天 其实他就是一天而已 但是因为他的果报不一样 所以就变成三天 范府 范重 那如果我们依西方的手法 这个叫上帝 这个叫天使 这个叫天人 基本上就这样 那 二禅天以上就没有了 他是因为他在禅定里面 他是一个人一个世界 这个都是定的 到六玉天 这里有六玉天都有 那再下去 地狱没有 地狱没有 然后鬼也有 鬼也有鬼王 畜生里面也有 有些有有些没有 像蜜蜂蚂蚁 这些有蜂王 有蚁王 有猴王 虎有虎王 一个区一个区的 基本上都有 鬼道畜生道 第一道没有 第一道没有王 没有人名 没有大使这些 但是有御主 那其他的基本上都有 都有 那这个范王 大范天王 一个大范世界有十一个范王 那还蛮多的 有一个世界就有一个范的话 那么一个大范世界有十一个世界 有十一个大范天王 范王 所以大范天王 也有管百世界千世界 也管看这个世界的大小 那么他都在范公 就放个天公之前 建立一个坛 建立一个坛 像我们戒坛这样的建立一个坛 那天众如果不如法 我们就说犯了天条 如果有不如法的 那什么叫不如法不知道 因为他们犯基本上他们也有他们的规矩 但有一些天人的根性可能就没有那么好 像人也一样 那么令利坛上 就站在那个坛 比如说 比如说这里一个坛 就让他站在那边令利坛上 其他的天众 不与之往来言语 都不能跟他讲话 那这个叫做默病 这个叫默病 就是不跟他讲话 不跟他在一起 那么要讨论事情 什么事情都不找他 但是这个我们的病里面 基本上有两种 一种叫灭病 一种叫默病 灭病是犯大戒的 那犯大戒就是他不共处 不共语 不共结谋 而且他 要让他舍去这个袈裟 就是让他失去 这个身份 其实他就已经不算是出家人了 如果他不舍去袈裟的话 以前佛陀时代 国王富王 那么他会让他 不能再穿这个衣服 像泰国民店他们也会这样 要让他脱去这个袈裟的 那像我们现在政府管不到这边 也不管这里 那佛陀时代也有 那这种比丘基本上很多是 他说是犯大戒 犯大戒里面犯淫戒的比较多 其实还蛮多的 但是他有两种 一种就是 比如说他有被关或没有被关 那被关回来他有时候他还穿上 然后当做没发生 那有一些就是没有被关 然后世纪也没有包罗 但是又少数人知道 那这种佛法他把它叫做贼柱比丘 他基本上不可以再穿了 贼柱 叫做贼柱比丘 贼柱比丘跟比丘尼都有了 那在佛陀时代就有了 但是比较少 因为他很容易被清除掉 那佛灭后这种情况就很麻烦 藏船的更多 因为他们还有所谓双修法的问题 这比较麻烦 南船的北船的都有 其实都有 像北船的这个问题也蛮严重 因为他不是一个像泰国 缅甸他们有国家会去执行这种 他规定你不可以 他会通令所有的僧团 那像北船的话这个就比较麻烦 那这个叫灭柱 就是他已经犯大戒 杀到阴望都有 但是像道戒的话 现在很难说道戒到底是 因为以前是五钱 五钱这很麻烦 那么犯死罪或犯重罪 所以犯道戒到底是 比如说你亏损清损常住 那么多少钱被判刑 也有的 也有 那照理来讲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到底是多少钱 他才叫做犯大戒 那因为他牵扯到你还能不能成比丘 有没有失去比丘比丘你身份 再申诉不再申诉这个问题 道戒 有没有人因为这样被关的 有 但这样到底算不算犯大戒 要看他判刑多久 假设如果我们以戒律的精神来讲 你判十年以上 那基本上就可以叫做犯重戒 但是这个问题戒律的问题还蛮难解决的 但是淫戒就比较好解决 但是大部分的也没有管这么多 那袈裟一样又披上去 那或是他就是披着袈裟 那基本上这个其实是贼住了 是比丘比丘尼身份 这个是灭病的 他不可以再拥有比丘比丘尼身份了 那佛陀时代这个比较容易辞行 现在就比较麻烦 那如果是默病的话就不是 默病的话就是他 他不跟他讲话而已 不跟他共诸 不跟他共语 不跟他共种结膜 灭病不是 灭病就是他已经不是比丘比丘尼身份了 所以他当然不能共诸 他也不跟共语 那就是你不要再当他是比丘比丘尼 他已经不是 不是生团的一份子了 他这个还是生团的一份子 他不是比丘比丘尼身份 那如果是灭 如果是犯大戒但是他有忏悔的话 戒律里面有 就是他忏悔过之后 他可以做学悔沙咪沙咪尼 可以 他还是出家身份 但不是比丘比丘尼身份 就是学悔 学悔沙咪沙咪沙咪尼 他一直排在最后面 他还可以保留出家的夹杀 但是他已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那这个是佛教里面说的 所谓的灭病跟默病 那这个范唐瓦是默病 就是不跟他讲 不跟他说话 让他自己去常规心 你都不守的规矩 他是恶性为健 默病是恶性为健 人家规矩他不遵守 人家的处罚他也不接受 他又不听你的 那就很麻烦 那你既然这样 那所有的生团都跟你划清界限 但是他还是比丘比丘你 还是的 那这个是差别不太一样 好 那我们来底下看 所以他这里讲 他说 第一个就是犯法制 就犯谈法 第二个是若心奴福者 如果他心跳舞的话 那么教他三陀加瞻言经 那三陀加瞻言经 其实就是说 其实是禅妥 禅妥后来没有办法得解脱 然后阿难跟他讲 我听佛跟加瞻言说 那么他三陀加瞻言经 基本上是他直取 直取 如果无我 那谁正得无我 谁得解脱 谁正得无我 如果是无我 那要有一个我正得无我 但是这个你谁正得无我 所以他在这个问题上卡住了 所以就要跟他说 那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卡住这个问题 那只是禅妥本人卡住这个问题 所以阿难知道了 就跟他说 有因有元世间己 他是这样的 这个是佛位 佛位加瞻言说的 那我们讲中道 通常中道 主要的 第一个为吴比丘说的 中道有两种 一个是八部中道 一个是八正道 他都叫做中道 这个我们先知道一下 一个是八正道 那这个就是八部中道 其实就是所谓的法跟 这个就是方法 这个是真理 那八部中道里面 如果真要讲有十个 那我们先来讲 中道里面 主要是为吴比丘讲的 离苦乐两边 其实中道就是离两边了 离两边 两边就是错误的 离两边 离苦跟乐的两边 苦行跟乐行 都不是得解脱的方法 第二个 第二个是离长段的两边 这个是为吴比丘讲的 有一个常见的 也跟断见的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另外一个就是 为二十一而讲的 他是离极环的两边 极跟环 修行的态度 太极太环都不对 那最主要的 我们把离长段 其实也跟为吴比丘讲的 那加沾眼讲的 这五比丘其实还有离长段两边 长段的两边 另外加沾眼讲的 就是这里讲的三头加沾眼 离这个有吴两边 主要是有無兩邊 有無兩邊是政見世間級的 有陰有緣世間級 緣起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有陰有緣世間級 有陰有緣世間面 這個世間最重要的是五陰世間 五陰世間的政報 是有情世間 有情裡面的政報 從人來講才是五陰 有情的一報 國土世間 主要就是有陰有緣 我們才有這個身心 有陰有緣世間級 有情成 他說政見世間級者 不生世間有見 不生世間無見 你只要政見有陰有緣世間級 你就不會覺得 政見是斷滅的無我 不生世間無見 政見世間滅著 政見就是如實正觀 如實正觀 所以叫中觀 中道如實正觀 中道如實正觀叫中觀 有陰有緣世間級有陰有緣 這個是中道 政見世間滅著 不生世間 你就不會覺得我 世間主要是五陰世間 或是六道眾生或是國土 主要是五陰世間 五陰或者是六處或是六界 不生世間有見 不生世間有見 你就不會直走有 不會直走五 那禮有無兩邊 主要是這三個 然後講開來多了就變成 有生滅 還有為外道講的 為婆羅門講的 生滅長段意義來去 就變成八部中道 生滅長段意義來去 大聖裡面以生滅為主 阿安經以有無為主 再講多一點就不是指這個 還有很多 波羅經裡面講的可多了 但是榮素整理出來 就變成生滅長段意義來去 就變成八部中道 那岳家張言講的就是 離有無兩邊 就是有無長段意義來去 生滅跟有無是一樣的 基本上是這樣 就是我們講的中道 八正道 中道裡面的八正道 主要是苦極滅道 因為中道 有因有緣世間極 有因有緣世間滅 有因有緣世間滅 譬如說愛舉有生老病死優悲老苦 所以有這個苦 這個世間是苦 那世間的形成有因有緣 這個是煩惱業 這個是疾 疾是煩惱跟業 所以貨業苦嘛 貨業苦 煩惱裡面最主要是無名 貨業苦 苦疾 那有因有緣世間滅 滅道 滅 這個道主要是八正道 或是四念初 三七道品裡面都是 那這個就是苦疾滅道 四地 所以緣起就是四地 那這個道就指八正道 如果從他的政見 無漏的政見來講 他其實就是八部中道 禮苦樂兩邊 禮有無兩邊 禮生滅長斷一一來去兩邊 那基本上是這樣 這個大家稍微理解一下 所以說假設他心理這樣比較調腐了 不在煩惱那麼重 不會惡心違建 那麼就跟他講 這個三陀加張元晴 這個就禪陀說的 那其他的人不一定有這個問題 好 那麼即可得到 好 那第四個問題 他第四個問題他這裡講 佛經初作何等於 他說復次我三阿真其解 所及法寶藏 那當然這個是後來的傳說 那佛涅槃的時候 並沒有這樣的說法 這個只有大致上這麼講 其他大概我們講過有七種版本 都沒有這麼說 這個是後來的傳說 他說我三阿真其解 三阿真其解是一般的說法 就是陳佛要三大阿真其解 後來大致霖也有講 什麼三大阿真其解 要五量阿真其解 但是一般的說法就是陳佛要三大阿真其解 如果正阿羅安的話 最快的最快的就三生 正庇之佛最快要四生 那最慢的要正阿羅安的話最快的三生 最慢的可能要六十解 庇之佛最快的要四生 最慢的要百解 成佛的話要三大阿真其解 這麼一個說法 所以說我三阿真其解所集的法寶藏 四藏三藏 那麼這些所謂的藏 藏是三藏 就是法藏寶藏 那我們說的比如說我們的所謂的藏經 藏經是後來的人把它結集起來的 我們有非常多的藏經 我們把它叫做大藏經 那大藏經有很多種 像我們比較熟悉的比如大政藏 那個日本人的 高麗藏韓國的 那我們有很多的藏 比較完整的叫 比如說龍藏乾隆 結集的大藏經 非常多 像現在又有很多佛光藏 也非常多 那麼他說 是這個藏經三藏 三藏基本上 藏基本上是三藏 也有四藏五藏的 通常是經律論三藏 最初因做事說 如是我一時佛在 某方某國土某處樹林中 也不一定在樹林 你像靈鳩山就沒有樹林 它是一個平坦 這個是後來大字論裡面傳說的 何以故過去諸佛 經出 所有的經的最初都是這樣說 未來諸佛經出 亦稱是以 現在諸佛末後撥內盤 亦叫稱世 所以經我撥內盤後 經出亦稱如是我一時 當然這個是傳說的 事實上並沒有這樣 佛內盤的時候並沒有這樣說了 因為要解幾經典 這個是大家設決定的 並不是佛在內盤前就這樣說了 好 這個是我們稍微知道一下 所以他說 事故當之是佛所教 非佛自言如是我聞 是佛 依依他這裡的說法 就是 是佛教佛滅後 要解幾經典的時候 應該這樣講 不過我們知道 佛要入滅之前 並沒有預言要解幾經典這件事 並沒有 好 因為大家設來的時候 佛已經入內盤了 大家設來的時候 佛已經入內盤了 大家設在半路 聽到這個拔難陀比丘 說 這個佛滅了 大家不要這麼喪心 以後沒有人管了 那不是很好嗎 那他才覺得 佛都剛入滅 那麼已經有比丘這樣了 那麼所以應該要解幾經典 心裡面這樣想 所以去到那邊 佛已經入內盤了 只是大家設去土比而已 因為一直燒不起來 而且已經過七天了 他才去了 所以 所以 像這裡 大哲人裡面 這個只是傳說 就把後面的很多東西都變成 而且很明顯的就是變成說 釋迦佛是這樣 所有的佛都這樣 所以你會看到 阿含經裡面有一些 應該是藏阿含 或有一些裡面 他會變成 釋迦佛有兩個弟子 所以所有的佛都有兩個弟子 釋迦佛是娶太太的 然後有一個孩子 所以所有的佛基本上都娶太太之後 然後去出家 然後有一個孩子 然後變成都這樣了 其實後來就變成 現在佛是這樣 過去的佛也這樣 以後的佛也這樣 當然也有例外的 像比如說 大聖經典裡面有一尊佛是沒有結婚的 一直修犯恨的 阿促佛 阿促佛是一直都修犯恨的 其他的佛基本上都是先結婚 然後有一個孩子之後 然後再出家的 都變成 變成是所有的佛通力 但一定是這樣嗎 也其實也不一定 像 釋迦佛在一棵樹下成佛 所以所有的佛都在 有菩提樹 都在一棵樹下成佛 一定是這樣嗎 當然這個我們後來就變成 釋迦佛是這樣 後來的佛都變成 好像跟釋迦佛都一樣 那這裡也一樣 這裡也一樣 所以說變成 如是我聞 所以 過去佛都有如是我聞 現在佛 未來佛也會有如是我聞 現在佛應該也如是我聞 就變成是這樣的說法 不過這個我們 知道它的背景是怎樣 就是說 佛滅後有很多傳說 大家 榮術 把這些傳說 都放在這裡面 所以它叫做百科全書 所以它這裡講 那佛一切智能 佛是一切智能 就是有一切智能 通曉一切的 那麼自然無私 是它 從現在來講 它是 沒有人教它 但從大聖的角度來講 它還是有師父的 那因為 它在南登佛的授記 家瑟佛的時代 那很多佛 它還是有佛的 從這一世來講 它當然 它是自己成佛的 但是從過去生 一直來說 它還是 是有的 所以在南登佛的時候 還是有南登佛教的 我們把這個講完 那不應言我聞 若佛自說如是我聞 有所不擇者 可有此難 阿納問佛 佛教事 是弟子所言 如是我聞 所以 沒有救 沒有過失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他在解釋 這裡是解釋前面 39月的四個問題 四個問題 一二三四 所以它基本上第一個 是 第一段佛告阿難 是第一個問題 那麼佛波涅槃後 我們要怎麼修行 一世念促 那 第二個 誰當作事 要以蛇為師 以戒為師 但是基本上是以法為師 那第三個是 像車逆這樣的比丘要怎麼辦 以犯談法 那第四個 那佛經 所有的佛經 那最初要說什麼 要說如是我聞 這個是這四個問題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大家合掌回向 願以此功德 普及於切 我等於眾生 皆共成佛道 船廳 中華護身協會 郵政 華波 負名 中華護身協會 華波 證號 4213 8483 4213 8483 银行账号银行贷号土地银行005 账号012-001-195-679 012-001-195-679 护持护生放生超度因生未生胎儿 赞山法师 赞江法师 赞同法师主法 日期4月21日星期日 时间上午9点 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厄路472号7楼 敬邀菩萨参与训习 同瞻法义购目佛恩 法会设有各项功德主项目 欢迎提前来电登记 恰询电话07-221-2323 或07-282-0278 法会直播请搜寻脸书 FB佛教中山书坊 慈悲置业花莲分会 成真法会布置机动义工 值班义工 半日班 环保主义工 香灯主义工 行政人员 共同发心来陪福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请与慧菩萨 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农历四月八日 为释迦牟尼佛圣诞 名为佛诞节 又称御佛节 各大寺院道场等 皆会举办御佛活动 以资庆贺佛陀诞生 因此台北市佛教会 特于佛历2568年 民国113年4月13日 加台北市灵济禅寺 盛大举办佛诞节 庆典祈福法会 敬邀全国各地诸生长老 贵宾及十方信众 前来共襄圣举 场面庄严隆重 法会开始 大众齐唱三宝歌 范音树然 涉受全场 而后大会主席 同时也是台北市佛教会 理事长天悦法师 引领大众读诵佛诞 祈愿文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 法会 典怀圣恩 鬼在佛陀 此心无穷 悲心无亮 阿佛 佛理事长 甚至 都可以成佛啊 你要趕快感情心中的那隻東西 心中的這個東西已經來年紀了 你要想要知啊 信仕 憐佛 信仕 要管內心 管在裡面 管 你向裡面看 你就會清楚 你就會安靜 冷靜 親近 安靜 正靜 平靜 靜靜靜 靜心 殊 水 清啊 你的心就能夠安靜 你就能夠明一切話 所以今天就有这样很好的姻缘 大家都聚会一场 在座来参与 共襄盛取这个圣会 让我们这次的法会 预佛的法会更加圆满 以此功德 祝福大家 平安喜乐 吉祥如意 感谢我们大家 各位长老老师 来与我们的居士祝大家 福庭多伯 在清明一天之后 我们的教会 会来庆祝诞节 就在四月初八 这一天左右 这次莫写第一次参加 国教会 也就是我们台北市国教会 庆祝国战的法会 明天是新年十国教会 在三宗 这个中国地域来进入 所以等于是国立的四协 使我们的国教会 联合和西院的办理 才一起来进入 国战 上午十一点 中古齐民 四众弟子杨菊宝盖 引请所有法师 于法华殿领中赞颂保顶战 祈愿借由赞颂之苏胜功德 回向十方法界 人天欢喜 紧接着大众整齐排队 逐一恭敬预佛 相传 佛陀诞生时 由九龙吐出清水 为佛陀墓浴 人天共同庆祝佛陀诞生 因此 佛弟子便以香汤 惯喜佛像 请贺佛陀圣诞 故佛诞节 又称御佛节 是全世界佛弟子的重要节日 今日佛诞节 庆典祈福法会 佛教慈悲之夜基金会 非常感谢主办单位的应邀 护法团队同瞻法义 共募佛恩 主办单位同时宣达 感谢佛教慈悲之夜 各单位布施今日的 再生供养经 特生谢成 佛诞节 庆典祈福法会 上午时段 在十方信众 恭敬预佛后 圆满顺利 祈愿借由预佛 大众皆能洗涤身心污浊 获得清净自在 同时悔向 希望透过预佛之殊胜功德 祈愿佛光普照 国泰民安 更愿今年403全台大地震 王者得以超度 伤者西街无央 乃至顺利 乃至顺利重建家园 弘阳正法 广度度胀和再次热烈 掌声感谢金丽陶和尚 和尚临慈悲出发 佛教慈悲之夜 台北市采访报道